本期之号 李约奥运会摘尖 他实现羽团难担大满贯 当时我的实力和状态 包括我心里是这四个人最好的 七岁雪球天赋并不出著的他 怎样攀上巅峰 因为一个该得分的球没得分 就崩溃了就哭了 一边打一边哭 世界羽团强者云集 他将如何扛起国与大旗 告诉自己我必须要去东宇 新闻当事人 冠军的品格 陈龙正在播出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 我是孙璞 作为中国羽毛球队的领军人物 陈龙曾在2016年 李约奥运会男单决赛上 击败了连续两届奥运会亚军 李宗伟夺得金牌 成为世界第三位 羽球男单大满贯得主 他曾在2015年创纪录的 拿下了世界羽连11战超级赛中的 五战冠军 成为了第一个突破十万积分的 中国男单球员 并且蝉联市锦赛男单冠军 这位性格内敛形式低调的世界冠军 到底是如何从零开始 一步步登顶的 如今的他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今天我们来对话 陈龙 今天上午我们训练的量 不会那么大 可能会以一点基本基础 下午是身体学习 这个力量啊 上午训练大概有多久 我们一般周一的话 应该差不多到十一点吧 我觉得 下午是练什么 下午的话 对 下午就练 那的话长度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如果是我周一周二 周四周五不累 周六不累 周天不累 周一过来的时候 腿还是会觉得有点软 有点软 我觉得在你今天表情练下肢 不光练下肢 还有躯干 上肢的动作 给他补一步 上肢还可以吗 上肢还可以吗 岁末年初 为了集中精力 备战新赛季的 东京奥运会积分赛 陈龙牺牲假期 放弃羽超联赛 提前进入长达七周的东汛期 目前已经是东迅的第四周 陈龙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 也在逐步提升 东迅期间是运动员调整状态 和打磨球技的最佳时机 成千上万次重复动作 练就的精准肌肉技艺 成就了陈龙在赛场上 每一次漂亮的绝杀 这是陈龙职业生涯中 最令人振奋的一记绝杀 双方对于这枚奥运金牌的渴望 是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强烈的 陈龙要加油 要砍起这枚大旗 陈龙拔球 继绑短球 2016年李渔奥运会 羽毛球男单决赛前一天 林单在半决赛中 惜败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 当时相比陈龙 李宗伟博冠的呼声更高一些 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 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好事情 可能大家希望说 可能李宗伟赢入林单了 而且之前有两次奥运会的赢牌 这一次是他最有机会 而且也是最应该去拿冠军的时候 可能大家会无形中 也希望说他能拿冠军 这样可能也会对他造成一种压力 实际上比赛下来的话 他一定还是会全力以赴 但是这次你也会 因为那个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说 在当时我的状态里面 包括我们最后进了前四 我们四个人 我觉得当时我的实力和状态 包括这种心理 是这四个人最好的 2012年的伦敦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羽毛球男单比赛的陈龙 由于缺乏经验 最终不敌李宗伟获得同牌 时隔四年 和李宗伟在决赛场上再次相遇 陈龙早已做好十足的准备 决赛第一局 陈龙先连得四分后 迅速被李宗伟反超 开局20分钟后 陈龙比分9比13落后李宗伟 就在所有人都替陈龙捏把汗的时候 陈龙又扛住压力 逐渐将比分追平至16比16 李宗伟自己失误了 这个连段李宗伟没有抓住 那个对于李宗伟来说 他犹豫了一下 很可惜 他想哭 当时那一顿打完之后 我整个人的状态 我觉得被激活了 对 而且我也非常信心 我觉得我应该 我可以 闻到了胜利的味道 对 因为可能你拿公开赛 拿世界锦调赛 那种感觉都 不能是奥运会相提兵的 因为奥运会四年一次 那可能是所有人的梦想 都希望 都渴望的能够去 站到最高领感台上的 赢球的那一刻 陈龙跪地苦苦 他实现了中国羽毛球队在奥运会羽毛球男单项目上的三连贯也证明了自己 但是陈龙的夺冠却因为之前邻里大战的关注度 被外界认为夺冠更多的是靠运气 祝贺全容 虽然我觉得这种说法 我觉得很幼稚 其实体育运动它不就是这样吗 它难道不就是有这个幸运的成分在里面吗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种幸运 我是觉得因为 每一个可能比赛的抽签牌表 比如说半球赛 他们林章和李中文会先遇到 那会遇到这个情况 是因为当时的积分 两个人并不是一个世界排名第一 一个世界排名第二 当时我是一排名第二 那就注定了我会和李中文分成上下半区 我们要控制决赛棚 那好 那另外一个 一个协会的可能两个队员 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也会被分成上下半区 那其实那个时候 应该是证明说 我15年那一年我的成绩非常稳定 我的成绩非常的好 并且排名也很高 到最后了 那我是下半区 李中文是上半区 那自然的可能半决赛 就是林章和李中文 他们会先打 所以其实对于这种 这种运气的成分 我觉得 我其实我自己 其实很开心 也很感恩 哇 获得冠军呢 是来自中国的成龙 如果说成龙的夺冠 是靠运气 一定是说不过去的 李约奥运会 是成龙和李中文的 第26次对打 在2014年 成龙就以901分的总积分 超越李中文 成为羽毛球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 2009年 刚登上国际赛场的成龙 在印度羽毛球公开赛上 在第一轮爆冷 赢了李中文 一战成名 2009年 去参加印度公开赛 在海德拉巴 第一轮 64进32 第一个就是对打李中文 当时我想 应该周三就开始 可能要陪队友活动 甚至拍录像 因为输了比赛之后 我的队友还有录像 我要去帮队友去拍录像 和拍下一场对手 是不是反而 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 就是自己觉得 可能没戏了 反而会特别放松 没有什么负担的去打 因为你输了 很正常啊 大家觉得是很正常 但是你如果是 因为他的水平非常高 限制了自己的发挥 那你会觉得 这种输是很不舒服 很憋屈的输 可能我今天 把我所有的体能 所有的就全部打出来了 那比赛还是输了 很正常 那我很开心 那我知道说 我打出来了 我不怕你 相比于李宗伟 用全面控制 来取胜的打球风格 陈龙则偏向于 一路防守 在四肌反攻的 稳扎稳打型 赛场上 再强的进攻 遇上陈龙 也要被他 逆不透风的防守技术 以及出色的 机会打控能力压制住 但在很多人看来 防守打法 不适合羽毛球 这项竞技体育 因为观赏性不强 以至于一些球迷 对陈龙的球风 提出质疑 因为我们要的是赢 那所以说有时候 其实这也是很矛盾的 那到了比赛的时候 我一直输 打得很漂亮 那你是喜欢我 还是不想我 那还是会说 说的我的人会不会更多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我宁愿靠我自己的 自身的一种性格 或自身的一种打法 我去赢 那赢 那可能在竞技体育 是代表的是 是对的吧 至少不是错的吧 我不能因为 可能大家喜欢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和什么样的性格 而我去模仿去改变 那不是我自己 防守反击 是陈龙的打法 这种打法 需要他有充足的体力和耐心 需要更多的集中力和专注力 在技术上的打磨 也更加细腻 一对二 是单打球员经典的练习方式 能够快速有效的 提升球员的防守能力 一般来说 能够从容的跟上 也要